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北前两天看到别人吃甲鱼我馋了 勇哥昨天立马搞了两条甲鱼过来 今天老罗说他来给我亲 哎呦 你别吓人啊 能不能怀怒奉丹就看他们了 我是不是现在烧水他来搞 你应该要这样说 就是说为了补宝 先补补身体 好 那就今天来一个大的吧 这样挺大的 又红烧又清蒸 嗯 你们俩谁来抓 我大来抓 哈哈哈哈 抓起来 小心啊叔叔 不怕 就这样现在要把上面的皮剥掉吗 把这个除皮子 那就 把那个那个洗 马上就可以了 哦 现在有两个 一个来红烧 一个来做老罗说的什么 霸王别姬 是吗 嗯 我不懂 我只等着吃 让我搞面我可以 我这种我不懂 还好我叔叔会搞 要和和一只土鸡啊 曾荫伯伯给的红薯片 他给了我们这么一打 让我们带到甘肃去 可以 我们老大今天来做 穿个围裙的 这我姑姑洗了还没干 姑姑 我来给你烧火 哈哈 反正甲鱼我抓回来了 如果怀不上龙肯开 那就我爸处理的问题 哈哈哈哈 这土鸡蛋香吗 香 清除的 嗯 我未来婆婆说 每天的 这就是 吃蛋又是吃甲鱼的 这是 要安排上 我不要了 我吃一个就好了 我未来婆婆说 每天早上 现在开始每天早上吃一个土鸡蛋 没这么夸张吧 他昨天就煮了 昨天煮了 我还没起来 他就拿了两个 给我拿到二楼来 我说我吃一个就够了 现在正式开始做甲鱼 本来中午吃的 然后想着两个小朋友在学校 他们吃不到 就等着他们晚上放学了 回来一起吃 吃熏熏的 是重点是给你 补身体吗 但是他吃不完呢 对啊 我一个人吃不完呢 我吃红烧的 我帮忙吃完 这个鸡怎么有这么多鸡蛋啊 哎呀 这是好多鸡的 好多鸡的蛋黄呢 他就是他没下出来的蛋是吧 他还长得 就是喊在猪子里的是吗 慢慢长大 早上就下蛋了 哦 今晚两个主菜 一个红烧甲鱼 一个霸王别姬啊 黄妹还是红烧 你来炒吧 我先去学一下教程啊 我不会有直笑的吃 你学一下教程吗 没事 有我 哎呀 这个鸡真的是大 这个鸡真的是大 明明像鸽子一样大 这是霸王别姬的鸡 一顿简单的孕妇餐 然后准备食材都要半天 别乱讲话啊 哦 好 这一顿可真不简单 这火会砍都砍不辣 这个壳太硬了 我看视频他们砍壳很简单 你可以小心点 这个青椒焖甲鱼必须我亲自来做啊 这是我曾经给我们肥总做过一道 他很喜欢吃的 这个剁甲鱼的工作就交给姑姑啊 为什么去 管它青椒焖的还是霸王别姬 都要先把水焯一下啊 你确定啊 别翻车啊 我确定 姜 迅速给我切的姜 这是我感觉 老婆说的菜全天要跟着忙活 还要快速 冷水和甲鱼一起下锅 这是我从某营上学的啊 好喝啊 这一顿 诶 过一顿 你就放了 你先放你等我炒 不过 你就听他的指挥来嘛 他说让你把枪扛哪 你就扛哪 你还有一倍哪多 然后他让你打几发 你就打几发嘛 你不然那个甲鱼不好吃 就说我们打配合打的不好 你这一次可别翻车啊 这一次的代价有点大 刚刚的 如果是三个 如果是三个土豆 你就随便怎么整 你要知道我 这是两只甲鱼了 两只甲鱼600块 还一只土鸡100多 土鸡炖的就不管我事了啊 我青椒焖甲鱼 必须做出味道了 已经焯好水了啊 捞起来 这不知道口感怎么样 家伙是挺大的 我给你拍齐的啊 对 就给你的厨艺的 没搞好就是你这问题了 好 炒车鱼血的炒得大 是一麻袋了 那必须气场要搞住啊 你看我血带好 你咕咕咕的身杖 咋咋也好袋了 开始了 看三个鱼的滚鱼 那没得吧 他 下去滚鱼 来把这甲鱼给清洗一下 水帮我把锅子的水给倒了 我来我来我来 这是一个好 还有三个棒 你看这不容易给你打虾鱼 鱼血水要洗干净知道吗 你看 可乐都尝了 这是两只吗 对啊 先把鱼炒一下 好了你炒 鱼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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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炖起来就没跟我说 我只保证 青椒焖驾鱼的口味 那我这是 你能用太子两个的时候 我几个鱼炖起来 我负责一下 哎呦 好了 先搬一个蒸一下 又香 又浓 吃了 把你清晰天天健康 你都想带生的 我还想他生龙胎 真的收到做到的 生了的 啊 收到做到 你又到你个生的龙胎 你 你带这刀吗 你过去 在那长姑姑带 没事 你们俩一人一个 你带一个我带一个 你还有罗姓 罗姓怎么办 对 那也是 他大了 他大了就 对 他们俩就大了 是吧 我要开始炒我的青椒焖驾鱼了 上好的茶油 辣椒还是切的好 够一块子 火血袋 妈呀 你清晰焖驾鱼的 够好够够的 先下生姜 把生姜焖出香味 香味出来了 把驾鱼倒进去 绿色 绿色 我还怕死 加入生命的炎 让它焖二十分钟 哎呀 这永哥 永哥搞点腊肉 全家老小帮忙 好的 你的你的你的 慢一点 慢一点 有没有一条层子高 人还没有个带子 躺子长 还不让你哥帮忙 应该可以了 现在把它起锅了 差不多了 现在把它出锅 老大你觉得它会不会翻车 它不会 你肯定不会搞 叔叔不懂翻车是什么意思 老罗为什么要把它盛出来 我等一下要炒辣椒 要炒青椒 所谓叫青椒焖甲 还要分开炒一下 对 放点油 先放大蒜子爆香 把辣椒放进去 炒出香味了 把这个得放进去 半锅的辣椒 老罗做的尽是个尽 说句实在的 我不是很看好 因为我也是做过的人 我也是吃过的人 我也没看好 我也煮他看好 他煮的这个甲鱼 等下你一个人出现了 香喷喷的 为什么 青椒蒙甲鱼 愚人鸡愚味 看我妈说的 非常好吃 那阿姨说好吃 我不记得是给你面子 我做到位了 看你生不争气了 我们邻居来ương感 薄店一下 富豪 爱 einmal 我觉得不好吃 好吃吗 还好吧 还好吧 你就不能给名字吗 那就是60分了 好像还加个盐 盐少了 加个鸡精基本上鸡精 加个鸡精 好 他能说就这个味道不错了 姑姑 至于生不生龙分胎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吃饱 我就要看你了 能吃饱 我给你尝你最喜欢吃的 好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剩下的就交给大家了 现在蒸的也好了 我看到鸡月光了 走 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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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接的好嘞 来 吃饭了 我还是来尝一口吧 朋友们 土豆是煮的 土豆是姑奶奶煮的 我在没吃之前 老罗就一直跟在我屁股旁边 你尝一下了 好吃 你尝一下了 好吃 来 我尝一下吧 还可以 还真可以 没有放什么其他的小料 就是蒜味 你是说的是心里话 还是说给我面子的话 我需要给你面子吗 好吧 这真可以 朋友们 我自作多钱呢 没有放什么火锅底料 豆瓣酱什么的 但是味道是清清淡淡很香的那种 不过 你尝这个好吃 给罗一轩吃一坨 小朋友他不会说谎话 罗一轩你吃一坨那个甲鱼 尝一下 有人吃甲鱼吗 放这些米饭 来薛妍尝一口 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不会说假话 不说起 薛妍小孩子不会说假话 好吃吧 你都还没吃呢 你都是吃米饭 你想吃蒸鱼 还是想吃甲鱼 甲鱼 想吃甲鱼 那你吃啊 吃甲鱼的 吃甲鱼的 不是 来伯伯你的姑娘 嗯还可以 还可以啊 小瞧你了 是给我面子的还可以还是 姑姑需要给你面子吗 这是打新鱼的可以 懂得老大试一下 我该是个牛子打出去的 老大 老大买鱼的 来老大 叔叔 来尝一下甲鱼好不好吃 好 我来倒酒 你先来尝一下这甲鱼 好 这是饮料 是假不假还是蒸不蒸 你不开 好不好吃啊 说心里话 不能说微信的话 羊点就是羊气点 不是哪个原生的 嗯 就肉是吧 我觉得这个口感好不好 味道 羊爱如鱼巴 哈哈哈哈 看来